登頂 世界最高峰 盛光 我想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 让自己的眼睛看到最远的地方 第一次登顶 没有 只有兴奋跟就掉眼泪啊 这一次上去的话 我特别想要做的一件事情 就是氧气先拔掉 把氧气瓶关掉 然后我有一阵晕眩 好了之后呢 我就站起来 我就看最远的地方 我想这个就是我未来的目标 就是凡是做什么事情 就是脚踏实地 谦卑为本 然后呢 做什么事情 眼光要放得非常的远 其实山就是有一种 或许我觉得是一种 给我安全感 大家会认为说那是危险的地方 可是我觉得山它就是 稳稳的在那个地方 刚开始只是因为看到下雪 非常的美 所以呢 从那时候就开始被吸引 登山是注重的是过程 登顶只是最后一个目标 那在过程当中 虽然有危险 但是相对的也让你学习 很多人生的智慧 万全的准备是相当重要 应变能力要很强 发现光子以上呢 人好像就带了魔戒一样 那个你要跨出去 或者是要回头 这个是非常难抉择的 那我觉得这也是魅力当中之一 你要怎么样才能够去登顶 或者是你遇到了什么状况 你必须要下策 你最后决定下策 那个都是要相当大的勇气 登山其实是蛮危险的 因为气候是最大的因素 那今年不一样啦 今年是产观雪 同时呢来做这个结合 大自然也有脾气的 看天气状况不好的话 不要勉强 中文字幕志愿者 鸟 中文字幕志愿者 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